強調這個if後面這邊一定要縮牌 如果你沒有縮牌你一執行它會出現錯誤 它會跟你講說這個地方有沒有 它會出現而且跟你講說這邊錯了 為什麼因為你一定要縮牌 縮牌的話一定要按Tab鍵 或者是你按Enter它會自動幫你加一個縮牌 但是特別注意 不應該縮牌的地方你不要縮牌 剛剛同學問了問題 就是這邊多一個縮牌 如果你這邊多一個縮牌 在執行的話它也會出現這個錯誤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那邊有一個它的定位的錯誤 所以你會發現就這個地方有沒有 然後這個地方多一個這個Tab 你一定要把它拿掉 否則的話它一定會出錯 大概是這樣 其實程式主要就是首先它的規則 所以你規則對的話 然後如果將來底下有錯誤出現 你也要能夠懂得很快的 可以把那個出現的錯誤 看懂並且把那個錯誤 給這個把它修正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很快 寫得又快又正確 當然我覺得沒別的覺得 就多做嘛 多練習 那大概是這些 然後 再來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正照考試題部分 所以在講這個正照考試題之前 一樣第二單元底下這邊 一樣第二單元底下這邊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邊底下 如果將來 假如說你希望怎麼樣 你希望它的就是所謂的寬度 什麼叫寬度 也就是你要格式化有沒有 那個裡面總共有幾個字的話 OK 比如說裡面的假設 因為正照考試題的102 剛好就要求你裡面要7個字 有沒有 就是說 那個字串裡面 就是要放7個字 OK 那你要怎麼去寫 那就是 冒號 後面 10的話 表示有10個字 那我們就怎麼樣 如果7個字 就把它改成7就好了 那特別最低的話 指的是整數 整數就低 那如果像剛剛我們是 點2f的話 f就小數點 所以後面那個102那一題好像是要怎麼 取到小數點第二位 所以就是冒號 然後後面怎麼樣 後面就7 7.2f OK 所以那個公式可能要慢慢習慣 要懂得去變通一下 那再來的話還有對齊方式 什麼叫對齊方式 預設的話呢 數字一定是靠右對齊 可是未來如果你想要讓它靠左對齊的話 怎麼做 很簡單 靠左對齊 你就在前面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小於的符號 那如果要靠右對齊 其實就加大於 如果要至中的話呢 就是往上 其實你可以 我的技法是 因為這個有點像箭頭有沒有 靠左嘛 小於有點像什麼 箭頭往右 往左嘛 那這個往右 不過往右預設就右啦 所以這個其實是可以不用記的 至中的話就是這個符號 剛好至中 OK 大概這樣這邊有喔 所以 有這個概念之後的話 這什麼東西 這不是我裝的 OK 好 因為這電腦是等於是開放的 我們要裝了什麼東西 OK好 那再來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證照考試的部分喔 那個第102這一題 那首先的話喔 題目大家有說明啦 那就在上面 題目說明他說呢 要開啟這個檔 也就是說 將來考試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目錄 目錄裡面的話喔 它會放這個檔案 你就把它打開來 那打開方式的話 你可以什麼 就是直接用那個什麼呢 從這邊喔 你可以用這個open file 或者什麼方式 可以把它打開來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呢 這個 根據裡面題目要求完成 那當然裡面有一些說明喔 包括就是怎麼樣呢 他說要將四個伏點數 其實意思就是說 輸入四個變數 然後藍寬 藍寬意思說 總共有七個字 那寬與寬之間要一個空白 那每一兩個什麼的公式喔 就是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靠右對齊 另外一個要靠左對齊 那左右接以直線 當成邊界 所以還要邊界 並且要取到小數點第二位 我剛開始我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看半天 我看到眼睛都follow 我都不知道什麼他意思 後來發現喔 其實看底下會比較清楚 意思就是你輸入四個值 最後的結果就要長這樣子 這個四個值分別放在這邊 左右邊界就是這個符號 然後呢 七個字意思說 從這邊算 一、二、三、四、五、六、七 意思說總共七個字 那中間加一個空白 有沒有 然後呢 這邊後面再七個字 再加一個這個邊界符號 意思就是這樣子 你會發現這一個 跟下面這個喔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差別在哪裡呢 一個是靠右對齊嘛 一個是靠左對齊 所以意思說要輸出兩次一樣的東西 一個是靠左一個是靠右啦 大概是這意思 好 那問題來了要怎麼做 所以有的時候上面的題目 如果你實在看不懂的話 有時候 像我的習慣乾脆先看下面 然後再回頭去看他到底是什麼意思 有時候比較看得懂 不然就真的直接看那個題目看半天 還是有點不知所云的感覺 但是裡面有一些細節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比如說要取到小碩你的第二位 這些都要 好 那有這個概念之後的話 接下來喔 第一步呢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呢 請各位待會呢 先在src上面按右鍵 你有一個什麼 你有一個新的module 名稱也許叫什麼 我這邊取名叫A好了 A101 OK 不過已經有了啦 OK 我現在加一個底線2 那特別是我印象中 好像那個 他的名稱喔 是 不要用什麼 單獨只有數字 當成這個檔案名稱 所以前面加個A OK 就OK了 比如說基本上 檔名本身不要用數字 當成是他的檔案名稱 我印象中好像會出錯 OK 所以這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然後按一個finish 那程式就把它打 打在這邊 就開始run 我先把這個最後的結果 演示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的話 基本上的話 因為要四個 四個這個 這個 這個資料 所以我先把它run一下 把這個執行一下 那首先的話 要輸入四個詞 所以我拖欄一下 把這四個Ctrl C一下 等於是輸入一個 兩個三個 那基本上就是你輸入一個enter 輸入一個enter 一直往下enter 那因為我拖欄我用貼的好了 貼上 那意思是說 我輸入一個 輸入兩個 輸入三個 輸入四個 好 最後我按enter 我需要得到什麼結果 類似這樣這樣 也就是這個是靠右對齊 這個是靠左對齊 那我程式該如何撰寫 OK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題目了吧 那首先的話 第一步要怎麼做 第一步的話 因為我需要讓它輸入四次 所以我必須在這上面產生四個變數 那變數名稱 當然你如果想不到別的名稱的話 第一個叫N1 第二個N2 N3 反正你不一定要N 你可以加X 可以加A都可以 也就是你自己取個名稱 那總共會有四個 那後面的話 記得用input 不過input的後面 我們之前會填一些東西有沒有 請輸入數字 請輸入數字 但因為在考試 它走陽春版 所以沒有輸入任何東西 不過這有個缺點 就是一執行 它會變成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呢 就是沒有任何東西的狀態 那這樣很容易像我常考 然後呢 其實程式已經寫好了 但因為沒有提示 所以會常說 原來是要我們自己輸入東西 所以這個可能要稍微習慣一下 要自己輸入 輸入完enter才可以 OK 所以這個就跟我們剛剛練習不一樣 我們剛剛練習是比較人性化一點點 因為這考試沒有要你什麼 在這裡面加東西 你不要畫蛇天竹 你自己說請輸入數字 反而錯了OK 所以知道一下 大概知道 它不需要所以走陽春 再來的話特別注意 外面我們本來是什麼 本來是如果有小數點 那就用frozen 那如果說用什麼 如果是整數的話就int 可是問題有一個狀況 就是說 但是我不太確定說 它輸入的數字 是不是會有小數點的狀態 那我應該怎麼辦 如果說你不確定是整數 還是這個有小數點的話 那你可以用另外一個函數 這個叫evo OK 這個evo函數 特別之外 它有點像Excel裡面的叫Value函數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到Value函數 Value函數就是說 它就是把文字轉成數字 那轉成數字 不管說有沒有小數點 它就是意思是說 它有我的理解 因為我看官方的那個說明 它的意思有點像是這樣 就是說如果你輸入之後 假設是23.12對不對 外面有雙引號對不對 它的這個evo 有點像是把這個符號拿掉的意思 OK 我是直接看官方的那個 因為我剛剛也不太 到底是什麼 這函數到底什麼用途 所以我就看一下 它的意思上是說 它就把那個外面的符號幫你拿掉 那拿掉當然自然就恢復成什麼 恢復它原來的型態 如果它是有小數點的 那就是Value函數 如果沒有小數點就是INT 大概是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evo好像 似乎又比INT跟Value函數 來的更加的有彈性 所以也許這個函數可以記起來 而且這個用到的機會還蠻大的 OK 所以基本上的話 我們就是讓它輸入四個東西 然後讓它做出我們要的結果 接下來的話 我們第一個就是 不管說它有沒有靠左或靠右 所以接下來的話就是怎麼樣 我要輸出什麼 所以print 後面的關鍵地方在這裡 那我應該怎麼做 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print print 怎麼一樣 後面一定要用format 所以我們可以先前面給它一個字串 然後裡面 因為我要加什麼 這個輸出的話是輸出這個 裡面要放兩個變數 所以一定會兩個大瓜 那我們先把那個基本架構 我知道說它開頭一定是一個邊界 是shift加上Enter上面那個按鍵 這個符號 shift加上Enter上面有沒有一個 這個1-這個 這個當符號 然後再來的話放什麼東西呢 再來就是放一個大瓜糊 就放什麼 放第一個資料 那至於裡面的公式我們先不要加 中間加個空白 再加個大瓜糊 有沒有 就是第二個資料 然後呢 後面我就先點什麼 點format 就跟剛剛一樣 format 瓜糊之後的話 然後把什麼呢 把第一個N1放進來 有沒有 剛剛我們BMI是一個嘛 因為有兩個大瓜糊 所以兩個 所以做豆點 這邊N1後面再加一個豆點 再加個N2 意思就是說 把N1放在這個大瓜糊 N2放在這個大瓜糊 好第一個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你現在放的話 它變成說它輸入的話 裡面假設只有幾個字呢 23.12 就是有五個字 那前面的話 變成說會少兩個空白 所以呢 我們一定要什麼 符合它的規定 那第二個的話 它要求就如果小數點的話 一定要小數點的第二位 所以關鍵哪一個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應該 大瓜糊裡面應該加什麼 特別注意喔 加上第一個一定要是一個冒號 就是我的公式 等於什麼呢 7的話呢 我剛好講喔 你可以參考那個 我雲端上面的那個 第二個單元 在這個部分 有沒有 冒號後面幾個字 那形態的話 如果是整數就低 如果是小數點的話 你就是 點2f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就是幾個字 7.2f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後面這個瓜糊也是一樣 所以我就怎樣 把這個公式複製過來 放在這裡 這樣就OK了 後面加加上一個什麼 這個 邊界符號 好 這樣的話 第一個做完 第二個的話 當然 其實這個做完 後面就簡單了 應該可以理解吧 後面的話 你就把這一行複製 貼到底下 來做什麼呢 其實就是把這一行複製 貼到底下 然後改一下 把這邊改N3 N4有沒有 然後最後的話 再把這兩行複製一下 只是對齊方式改一下 Enter 把這兩行貼過來 然後改哪裡呢 特別注意喔 其實就改我剛剛講的 對齊方式 放在哪裡呢 放在冒號後面 有沒有 因為我 上面的話是靠右 靠右是預設 所以不需要加 當然你要加也可以啦 你加個大於符號 是可以 只是說有點多詞一曲 那這邊的話呢 因為要靠 下面那兩行是要 讓它靠 左對齊 所以加一個這個符號 記得喔 不要加錯喔 不要加在這裡 這做了 應該是冒號的後面 所以加在這裡 OK 這個有時候這個是它的 format的規則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 你可能還是要稍微記的 這個是它固定規則 固定規則意思說 你不能亂加 加錯就一定錯 OK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 再檢查一下 看有沒有錯 特別注意喔 我後來發現 因為它 後來評分的時候 最終一出錯 就是中間一定要有空白 所以你要確定一下 中間有沒有空白 如果沒有空白 這樣子也算你錯誤 其他的話我們再讓它亂亂看 那我的習慣是 輸入 當然 一次要輸入四個數字 怕說會輸入 這邊 這個N1 我剛剛用拉的 Ctrl鍵按住 這邊N1 等於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 OK 執行一下 然後把這四個輸入進去 所以Enter幫我格式化 看有沒有正確呢 試一下 Enter OK 看一下結果OK 看一下應該 七個字嘛 這七個字沒錯 那這邊的話一個空白 在後面七個字 你看沒有 這個是靠 這個左對齊 上面是靠右對齊 OK 那這一題的話呢 如果你將來考試抽到這裡 那這樣就算得分了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最困難的地方應該在哪裡 應該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 這個 大瓜湖裡面 要放的 這個格式化的規則 OK 不過我是覺得也不是說 完全不能理解的 大家注意一些 可能一些規則 後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這個是 10 應該打出 應該是102才對 我剛剛打成101 這個是A102 所以 待會請各位先在那個模組裡面 先按右鍵 然後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OK 然後呢 試試看 那因為這邊會需要輸入四個 四個資料 而且這個資料呢 不見得是整數還是浮點 所以我們 又多學了一道EVO EVO函數的話就是不管啦 反正你是小數點也好 或者是沒有小整數也好 反正我就幫你去掉 那個外面的字串符號 把你改回原來的形態 那這樣子 EVO好像相對起來彈性會更好 所以大概 主要這一題 大概就考你會不會 第一個會不會用EVO 第二個會不會用Formator 那Formator會不會 固定裡面七個字 OK 然後呢 底下有個對齊方式 還有因為他有強調說 要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所以這一題請各位試一下